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集0.0.46分直播 0.46分弹幕高清 超清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广告 广告利物谱狂杂1.6亿吧 转回市场窥探红军野心 克洛普市区第一贯50% 75% 100% Vid 142832 BEEY 播放模式 HTML5 HD分辨率 1920 X1080 视频狂高848 X480年量50% 视频协议 HTTP CDM Video DISP ATCH.TC.QQ.COM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1日12.35分36秒 播放流水 2.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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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E.B.6.E.B.6.A.B.5104.C.9.1.F.9.4.U. 70201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令物浮复杂1.6亿吧 转回市场窥探红军野心 克洛普市区第一贯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ARPUSHVDT142832BEYIMJHTTP ENOOSGTIMG.COM NEWSLAP LS049585294046404800 DAPE 视频 第五浮复杂1.6亿吧 转回市场窥探红军野心 克洛普市区第一贯 时长约46秒 腾讯体育8月23日宣恶奇尔退队事件已过1月 大于波仁为平息 令物浮复主帅直言 他尽管对恶奇尔并不完全了解 但是依然相信恶奇尔的忠诚 并表示愿意带恶奇尔回家 此外 杂书认为政治事件很多人不懂 而那些不懂装懂的人 往往发言最多 恶奇尔退出国家对起因来自于与土耳其总统的那张合照 合照风波 让恶奇尔颇为受伤 声称单球队赢球使我是德国人 输了那我就是移民 这一事件牵扯种族 民族主义 已经由一件普通的体育事件 上到国家政治的高度 也一度引起了两国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 熟悉克洛普的球迷应该知道 除了足球以外 克洛普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迷 在梅音词工作期间 克洛普还被推荐去竞选当地的市长角色 同时他也是英国退欧的反对者 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有过多次交流 总是自前与政府的工作相比 足球那边是太过渺小 而关于恶奇尔事件 克洛普表示一直都在关注 几周前扎书曾扒过一次生命 我看过了几乎所有关于恶奇尔的文章和评论 但我就觉得没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而只有恶奇尔本人知道实情 如今 面对独立报的采访时 克洛普选择了站在恶奇尔这一边 趁他受到了一些伪善的批评 我觉得他的问题被放大了 一些评论都是一派虎言 在政治事件中 小问题容易被放大 而真正的大问题又容易被规避 聪明的人说话时总是保留着说 因为害怕 说错 要说出正确的话并不容易 我是属于这一类的人 而不懂的人往往发言最大声 显然 克洛普认为恶奇尔退出国家队 只是小事件范畴 不过是被放大了而已 克洛普陈叔和恶奇尔之间的关系 我和沙欣 京多安 埃姆雷江都很熟 也了解他们 跟恶奇尔不是那么了解 但我从不怀疑这些球员 不怀疑他们对德国的忠诚 我愿意带恶奇尔回家 另外 克洛普认为土耳其总统 有意引诱恶奇尔和京多安 他土耳其总统在事发之后 也没有讲出实情 同时呼吁德国的多民族文化 依然值得掩睡和奋斗 照片上的政治人物 并没有讲出真相 我也奉劝媒体不要每天 都为了该事件制造轰动 好好想一想 背后是什么 德国需要文化多样性 2006年世界杯期间 我看到阿萨默阿和格迈斯 两家举行烧烤太队 那真的太酷了 近来 德国族协主席 也是关于之前 对恶奇尔言论 做出了道歉 表示理解了恶奇尔 退出德国队的行为 笑齐 不断派